为了舒缓花莲市公所团队 在地震灾后的辛劳 花莲县一贯道协会 中医师服务团队连续两天 提供了注点疫疹推拿 缩解工作人员疲惫感 也让紧蒙了一整个月的神经 可以放松一下 花莲市公所会议室里满满人潮 其中除了中医疫疹 经由方疗和经络理疗 还能享用养生茶舒缓身心 让公所不少同仁 在体验完毕后都放松许多 透过按摩师 像是帮我们分按摩以后 重点按摩以后 感觉筋骨都放松了 我觉得全身舒畅 而且就是说 我很佩服这些师兄师姐 非常感恩 为了缓解花莲市公所团队 在地震灾后的辛劳 花莲县一贯道协会 中医师服务团队连续两天 特别注点疫疹推拿 市长维嘉宴也特别到场 感谢团队志工们的热心 也希望同仁们接受诊疗后 能够在市充饱店为民服务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那其实症后大家压力都非常大 那进入我们科医师 不管是看诊完 或者是我们的理疗这个部分 真的会比较轻松 那也了解到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有这样的活动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方式跟福利带给我们同仁 让借此可以消除他们的一个疲劳 跟一个缓解工作上的一个压力 那在此也要谢谢我们一贯道协会的陈明理事长 以及我们科医师的团队再次的谢谢你们 4月份连续多起强证 公所团队上井发条 各时期职尽全力协助民众重整家园 这次特别透过人事室员工协助方案 希望让大家适时的放松喘息 也能了解照顾自身的身心健康也相当重要 记者徐立芹华林斯报导